大家都慢慢的体认到 光光不是风花雪月的东西 光光也不是吃喝玩乐的东西 那么光光真的是对台湾的 无论是政治外交这个社会 那么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在我这个做局长的期间 我觉得光光我们是无中生有 所以我这两年 我就办了一个旅行台湾年 那旅行台湾年 我们就做了很多的 从友善环境的这个氛围的布置 到这个行硕特色的产品 到这个加强让台湾更美丽 更干净 那么到这个行销 加强行销台湾 那我想在未来来讲 我觉得落实马总统当中有一项 就是他希望成立一个 300亿的光光产业发展基金 那他希望用这个基金 把台湾的光光 拉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所以我们也很幸运在今年 行政院特别先拨了一个10亿 那再加上观光局原来的 观光事业发展基金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不完全从自然资源的角度 也可以从其他的休闲娱乐 文化的这个角度来做 原来观光局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300亿的光光发展基金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做观光的拔尖计划 那这个拔尖计划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能不能在这未来的四年之内 我们可以打造十个国际魅力的一个景点 这个景点不必然是 所谓的太鲁阁 或者是阳明山 或者是墾丁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 让各县市政府 发挥它的创意 那么能够做出一些独特性的 在国际间其他地方没有的 那么去发挥创意 去打造一个国际魅力的一个景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